我們這個頻道終於擺脫 經常買了濕溝車的稱號 現在本人要去買新車 讓我們自己過年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皮包鐵新年快樂 今天是一個很開心的日子 是一個神聖的日子 是 沒錯 今天是2023年1月27日 亦是年初不知道多 接著我們要準備去買新車 一個全新的車 WOW 是他終於擺脫了羔羊的稱號 我們這個頻道終於擺脫了 經常買了濕溝車的稱號 現在本人要去買新車 讓我們自己過年 分享一下上會 或者分歧 或者買新車 是 因為我們第一次買新車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 買新車的程序 或者有甚麼要留意的地方 怎樣付錢 然後有些牌費 怎樣處理 等等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人生第一次買新車 是全新的 強調是全新的 4輛 2輛都沒試過買全新 我們到達了 那我們 進去 拜拜 拜拜 在我們進去買車之前 我們首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在買車之前做了的功課 我們人生第一次買新車 最擔心是怎樣付錢的 我們去車行買新車 最基本的付錢方式 就會有現金 上會 P loan 或者信用卡的貸款分期 除了付現金之外 我們一講其他三個方法 都是預支了一筆錢 然後我們整筆錢 給車行去買車回來 最大的分別就是 究竟這一筆借貸是關於 你跟車行市 還是你跟銀行市 上會就是跟車行搞的 那就是一個汽車貸款 正正就是因為它是一個汽車貸款 所以它的利息是十分之高的 可能是會6-8厘 甚至有一些大車行 是會做到10厘 11厘都有的 而還款期 一般來說都會是12-24-36個月 而你跟銀行之間的P loan 和信用卡貸款就不同了 利息就會相對比較便宜 那因為銀行是不會知道 你借了這幾萬元 是拿來做什麼的 它不知道你是拿去買車的 那所以一般消費來說 他們的利息都會是便宜些 甚至有些信用卡借貸 是可以做到免息分期 純粹每個月給手續費 而同時間它的還款期 都是比較自由度大些 可以有6個月 甚至去到60個月都可以 但是無論是跟車行之間的 上會汽車貸款也好 或者是跟銀行之間的P loan 或者是信用卡貸款也好 三樣東西都是借貸 三樣東西都會看你們的TU信貸評輯的 而至於你會問 到底車會上會容易批些 還是我申請P loan 還是信用卡的貸款容易批些 那這個真的會視乎 那個車會或者是你問 哪一個借錢 哪間銀行 哪個金融機構 所以這個真的沒有定奪 不知道你買車的那間車會 會不會特別易批 或者其實你本身信用卡的限定都很高 根本你不用申請都已經批了 但是總括來說 這三樣東西 無論是上會 還是P loan 還是信用卡的貸款 都是要看TU的 而我們自己現在買車 我們是不會選擇上會這個動作的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上會是需要保持我們的牌寶 那你保持牌寶 基本上就好像 你買一輛車都被人拿著春袋的感覺 我當你現在是學牌P牌 你開了一輛車半年一年 已經覺得不夠用 或者有不同的原因你想買車的 那你就麻煩了 因為那份牌寶就保持到別人 如果你到時候上了會 那份牌寶在他的會 那你就要提前還了那筆錢 再加上一個提前還款的手續費 你才可以熟那份牌寶給自己 然後再賣那輛車出去 那先不要算他的手續費 都是少或者你自己給不給得起 只是做這個熟牌寶的手續 都有點麻煩 所以我們自己覺得 好啦 反正都是借錢 反正都是看TU 那不如用這個P loan 或者是信用卡借貸這樣 那一來他們本身的息又便宜一點 我又可以自由度選擇 我是供6個月還是供60個月 兼且這份牌寶是我自己保持的 那整件事簡單得多 如果你去一些本身熟悉的銀行 或者熟悉的信用卡公司 去做這個分期的話 你自己操作上都會比較簡單 那我今天去買一輛車 那我自己預計 就會是用信用卡的現金分期去付錢 那也就是說我已經借了一筆錢回來 那到時候我就會一拍過這樣給車行 我會這樣做去 借了一筆錢回來去買車 公車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想留一些流動資金在我身上 而這就是一個理財方便的一個考量 那因為我現在用信用卡去借了這個現金分期 我是免息的 那我每個月的手續費都是很少很少的 那當然也要溫馨提示一句 你是用現金買車也好 還是你是用不同的工款買車也好 最重要是你自己計算清楚 而那筆錢計算得比較鬆動 就不要說你今天想買10萬元的車 你一儲夠10萬元 就馬上買了車回來 然後自己有1元都沒得值 那因為你買完的車之後 你總是會有很多不同的 可能改裝啊 或者是改件啊 或者你就算是買保險啊 或者你要做排費 這些都是錢來的嘛 所以就真的不要搞到自己突然間手頭那麼緊 而供款也是啦 那你供款的那筆錢 自己都要計算好它 那你計算好你自己供款的那個期限 你是供得到的 你是供得到的 這樣就OK的了 說得那麼快 我們來到今天買車的地方 就是標誌的代理天行行 大家看到畫面中的這輛車 很熟臉的 大家看看 這輛呢 就是我們早三個禮拜之前 跟台長一起試過的Dijungle 125 而今天我要買的那輛新車 就是這個Dijungle 150系列 人生第一次買新車難免是有點緊張 都證實了 其實我們拍試車片 不是真的只試車那麼簡單 我真的會買的 那本身我們試的那輛125 那現在身後就出現了這輛150系列 那它就是改了一個LED頭燈 還有變回150視線 那這裡呢 你見到就是它2023年的最新款式 那因為這一批的Dijungle 150 都是新鮮滾熱的來到香港 那所以呢 所以本人都會立即成為這個 標誌Dijungle 150的首批車主 其中一位成員 因為呢 難得我們來到這個標誌的陳列室 你會見到它是把今年六隻的顏色 放在這裡 那因為平時的話 可能你去選擇一些車 可能它的顏色不太齊全 就沒有實物給你看 那現在我們就有幸可以見到 它每一部的實物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它每輛車的細節位都可能有些不同 就例如可能這些鏡子的檔 這一部會是黑色 這些位置是黑色 但是可能旁邊那部 可能就會變成銀色 那會有這些細節位的不同 所以有這個樣板擺在這裡的好處 就是我們可以一次過這樣看完 讓我清晰地 看看我想選擇哪一種顏色 那我們今天來到天銀行 這裡就發佈它們可以給現金 給信用卡 或者是上會 那我們現在這一部的Django150 2023年的售價就是36,800元 那首先我下訂就要給他們8,000元 然後他們就會給我一張單 我們下了這8,000元訂之後 我們的車就會安排一個旋期 給它運下來香港 那現在正常來說 旋期就會是兩至三個月左右 那我就會收到我的車輛了 那到了我的車有旋期的時候 我們就要給大訂天銀行 大訂正常都會是一個整數 那可能是兩萬元或兩萬五元左右 那到了我們等多輛車來到香港 我們代理就會幫我們 製造保險和排費 那到時候我們拿車的那一天 就給它們一個尾數 那簡單來說就是 現在我這樣給它們 然後到時候再給大訂 他們之後 那下次我再來天銀行 我已經是甚麼都不用做 就硬硬硬地等它們 幫我完成所有東西 然後我到時候來到這裡 就戴頭盔 然後開車就可以了 方便快點 那跟大家說一說 為什麼我最後真的會選擇去買這輛 就是我曾幾何時試過車的這個Dijung 首先其實我真的喜歡它的外型 而且它的車價真的不是貴的 三萬六千八 那另外就是 我對它們本身代理的保養是有信心的 那因為我們以前有試過買其他的電單車 可能是一些比較冷門的牌子 那樣 我們真的試過 連代理都找不到那輛車的零件給我們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代理的保養是十分之重要 所以天銀行在他們做代理方面 我相信他們是真的可以做得到 即時去幫我們更換 甚至即時換不到之後 他們都可以幫我們訂到件 然後他們是真的有師傅幫我們 搞到這輛車的最基本狀況 那我覺得這件事已經是十分之好有餘的了 這輛車的外觀我最喜歡它 它一來有平地台 然後這些位置你會看到它全部都是黑色的配搭 圓形的鏡鏡 然後是黑色的皮椅 全部的配搭都很漂亮的 另外就是因為這輛車 其實在市面上找它的改裝 或者加配的零件很容易 例如那些尾箱架 或者前排的貨架 十分之容易就找到 而且價錢是不貴的 今天終於可以看到它們的每一款顏色 我現在就要看看哪一款顏色配搭我多些 如果是給你的話 不知道你又會選哪一款顏色呢 留言告訴我們 看看和我們選擇的顏色合不合 想知道我選擇了甚麼顏色 下一集再和你揭曉 就是這樣 我現在真的要開始我的買車程序了 我們人生的第一個小信封 裡面藏著了我們這個訂車的收據 讓大家看看 給大家看看我真的訂了車 終於買了全新的車了 我們拍YouTube拍了這麼久 拍了三年了 才拍了這個買新車的經驗 希望可以跟大家一邊分享 我們這個買新車的歷程 因為現在我們還未拿到車 到時再拿到車 或者我會怎樣改改車 我再告訴大家 最大買的原因都是 代理有個信心給我們 是 沒錯 這個不是因為我們熟悉它才這樣說 我覺得是他們的做法 我是很認同 而且我覺得是令到我們消費者有信心 就算車有甚麼事 你真的可以回去他們 他們是可以幫你搞定的 這是有時我覺得是連大車行 都未必做得到的一個效率 沒有一個效率 起碼服務一定會有 是 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 這個本人皮包女即將會開的 Dijangu 150 就去找找 是 究竟買了甚麼食物呢 就下條片拿車 是 再跟大家說 就是這樣啦 拜拜 我們去吃一頓好的慶祝新車 就是這樣啦 拜拜